好,Example11这一边呢,它叫我们不用计算机 所以找4的三次方,所以它就是4乘4乘4 然后就64,OK,它是16乘4 然后我的0.2的三次方是0.2乘0.2再乘0.2 我知道2乘2乘2会变成8 然后一个小数位,两个小数位,三个小数位 所以它会变成0.008,三个小数位 然后我有减3乘5的三次方 它就会变成减3乘5乘减3乘5 再乘减3乘5,减乘减加再乘减减 然后3乘39,3927,5525乘5,125 所以它会变成减27乘125 然后接着这一边它让你用计算机 18的三次方 所以我们在计算机这一边我有18 然后power3 你可以这样按啊,183,5832 然后你也可以做怎样的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的square的上面这边有qroot 这一个,所以你可以这样18 然后直接这样,OK 然后它会变成5832 OK,旁边的这一个呢 它是negative 然后4又1分之1 然后的三次方挂扑起来 然后power3 我还是比较想用这个 然后它会变成减729,58 然后我再按shift fd的话它会变成减91又1分之1 然后接着我们还有这个negative6.3 然后power3 然后我们就会拿到negative250.047 其实b的这一题呢 我们可以不用计算机的 然后我有减4又2分之1的power3的时候 在这一刻你记得 我们任何的那个带分数呢 你都要把它换成假分数 再来找它的square,square root,quive root 所以在这一边 它就会变成9三次方 所以9的三次方会变成729 然后这个就会变成8 然后接着你就可以变成减91又8分之1 所以我可以不用用计算机 就可以把它按照出来了 OK 虽然说题目叫我用计算机啦 但是有一些题目 因为我们有把它的号码背上来了 就是你只要把这一些号码 那是182764125216343512 然后1291000 你只要把这一些号码背上来 你的这一刻就非常简单了